美国房长奥斯汀被诊断出前列腺癌 恶性程度怎样呢?还能活多久? 美国房长奥斯汀因健康问题住院 很快就被确诊为前列腺癌 他在接受治疗之后出现严重的疼痛不适 包括腹部、臀部、大腿都有很严重的症状 同时因为合并要入感染 住进重症监护室治疗 前列腺癌是什么?恶性程度排在第几呢? 确诊之后还能活多久? 前列腺癌是65岁以上男性常见的恶性肿瘤 位居男性肿瘤的第二位 死亡率居男性的第五位 许多患者早期很难发现 等症状明显时就会已经扩散 引起严重的后果 前列腺癌有地域的差异 美国尤为常见 亚洲国家的发病率低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和年龄、遗传、种族、基因改变等有关 父亲或者兄弟有前列腺癌 那么这个男性患前列腺癌的风险要增加一倍以上 前列腺癌的早期症状不典型 和前列腺癌的症状表现有点类似 会出现尿贫、尿疾、排尿肺力、甚至尿储瘤等 也可以出现体重减轻、食欲减退 乏力、下肢、肿胀麻木、大腿疼痛等 因此对于50岁以上男性建议常规进行前列腺筛查 直肠直检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I测定 能够早期发现前列腺癌 这里强调一下PSI阳性不一定都是前列腺癌 前列腺增生也可以是阳性 奥斯汀的前列腺癌虽然已经确诊 但是目前没有透露是否存在转移等情况 如果已经转移 即使给他去世治疗 也很难达到满意的效果